现在在我们行业通过行业的组织发挥中小企业在各方面来讲保护中小企业 使中小企业更能快速生长 在这方面行业的组织将起什么作用 在台湾是怎么做的 在他们内陆来说我们现在行业协会也开始在发挥作用 就我所知道日本的行业协会很厉害的 他们是一致对外 甚至于把官产学 政府 学者和企业 中小企业都搞到一起 大家一致对外 就我知道他们在电视机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占领了反倒 他引进了美国的电视机技术 结果出口到美国 反销 大体上都是行业协会起作用 所以在这方面台湾的经验是 事实上 政府的保护越大的话 它的竞争力越弱 所以台湾的中小企业保护最少 所以它活力最大 所以中小企业 你不要期待政府来保护 你要自己做你的专长 你的定位你自己 这个才是真正的存活的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政府的保护 保护了 人就是这样 一旦有了保护了 就会松懒 就会松懒 世界的竞争啊 是比战争 经济的竞争啊 是比战争还要残酷的 它是不杀人 但是呢 会护人使得很多人失业 没饭吃 都有可能 对不对 它是无情的力量 它会使得你 没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它不像见证 但是很可怕的 所以唯一的就是啊 要培养自己的竞争力 是对自己竞争 而不和同业竞争 就是不断的要挑战你自己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啊 留下来的中小企业啊 都是这样的一种体制 就是对自己不断的竞争 竞争不是看别人 看同业来竞争 是对自己竞争 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好 明天是否可以比今天做得更好 不断的产品的创新 不断的用这个低成本的运作方式 形成低成本的运作方式 我就是说我们不在于抢市场的占有力 在于我们中小企业重要的就是要重视现金流 cash flow 给他进来 非常重要 我们呢 我们的销售我 我就是讲 这个像烘田 他为什么好公司 他一家公司 只有卖八百万辆的 全世界卖八百万辆的车子 但是他的纯利润 比辅特 比GM 通用 比这一个 Lambda Chrysler 三家合起来的利润还要高 这三家合起来呢 超过两千万辆的汽车 但是烘田只有卖八百万辆 他赚的钱比他多 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中小企业 发展到这个一定平台的时候 这里边就是要不断的这个要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首先就跟我们体育运动员一样 他要不断的超越自我 而更多的不是我们去打这个价格战 我们不是去打价格 跟同行的争托你死我核 而是要自己超越自我 不断的有创新思维 有自己的思路 有自己差异化的战略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的思路 这样的话才能维护一个中小企业的 这样一个出路 刚才您讲的这很对 这个也是我们大陆的中小企业 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在很多程度上 更多的放的精力 放在对手上 实际上更应该放在客户上 放在客户上 更多的不是靠在别人上 而更多的靠自己 要超越自己 要多把一切资源为我所用 把一些资源为我所用 这一点来讲可能是我们大陆企业也跟台湾企业 因为台湾企业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早 它经受这个锻炼 所以它每年要出到世界赚两圈 这个重要性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因为只有我们掌握了国际上的动向 我们的思维才是国际性思维 我们才能够使我们中小企业 不局限于在我同行张三李四的竞争上 而是要进入市场 找更多的客户 更多的客户所欢迎的东西 而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中小企业要动脑筋 花力量的 而不是跟我的对手企业就是你死我活的去干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几次价格战 对我们很多中小企业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您看从总的来说 我们这个作为台湾的中小企业 它的这个基本的思路 您能不能归纳一下 基本思路 成功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或者失败教训是什么 我想台湾的这个思路 第一个就是非常顾客导向的 顾客导向了解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还有灵敏的反应 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来顾客他的要求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弹性 就是弹性 Flexibility很大 然后低成本的运作方式 已经形成了 也就是说 设计什么 就是要最低的成本 最低的成本 并不是说 那就比较不好 就是 这个 丰田 他们一直被 被人家取笑 人家就笑 丰田 都把干毛巾还要挤出水出来 事实上 那是什么 脑力的激荡 他们就是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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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要 每一件事情 要问五次 问自己五次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能怎么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动脑筋 动脑筋的话 他们每一年 大概 可以节省 4000亿日元 cost down 4000亿 每一年 可以4000亿 都cost down 这个看看 我们有没有这么做 所以是 绝对不能松懈 欢迎进入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欢迎进入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欢迎进入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学习 共享 成长 时代光华 是 您讲得很对 实际上我们 不管是 这个 我们的台湾 还是我们内地 以及还是日本 还是美国 现在发现有个 普遍 刚才您所说的 实际上这个 精细化的 市长性的管理 就是说 让每一个人 都在 把自己的工作 跟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而创造自己 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内地的 因为我前一段 在海尔待的时间 长去得多 我就看到他们 就提出的 这个叫市场链理论 实际上就是 认真的去管 把自己的工作 跟市场紧密联合起来 因此在这样的话 就刚才您所提到的 那个 丰田能够问 每一个事故 发生之后 15个为什么 你必须责任 就是你当事人 必须要回答 15个为什么 那么你 譬如你这个 台这个车床不转了 为什么不转了 说因为掉进铁靴了 为什么你让铁靴掉进去了 他说因为没有 没有照网照等等 一直问到底 你到回答不出来了 然后找到了这个根源 然后不仅不处罚你 还表扬你 因为你解决了一个 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的问题 于是大家反倒 还煽动起 大家的工作的热情 如果说你这台停机了 那么造成损失 好了 给你扣过扣奖金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我们这个情绪呢 就低了下去 而他实际上做出一种创造 就是发现了问题 解决了问题 而不会有第二次事故 任何一个企业 如果能做到任何一个事故 都没有第二次 那么他的精细化管理 就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所以这个精细化管理呢 达到相当高程度 就变成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老板 都在认真的负责的 把自己的工作有创新 不断的创新 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在他那去的时候 我到那个海尔去的时候 我到一个车间 我说你是车间主任啊 他说不是 我是总经理 我是这个车间的总经理 这车间的一切资产 由我来经营 车间里边每一个人 由我来经营 所以我是总经理 那我说 我说那你能够告诉我 每一个工人的创造情况 他说我这有名单 您随便找一个工人 他今天给海尔创造价值了 还是负债了 然后我一难 正好碰到一个员工 他员工当天为海尔负债三下 而要他一干了一天活 还要欠海尔多少钱 那么因为他出次品了 或者因为什么 正好他这样 因此他说我们新来的员工 无不是负债经营 因为什么 你接受了一台机器 这机器是谁给你的 海尔给你的 因此这台机器的折旧费 都在你这身上 这台机器的使用都给你了 因此你要利用这个机器 创造出价值 要返回给海尔 最后创造出那个价值 才是你的真正价值 所以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经营 他的一个工人 他在经营这台机器 然后他所出的产品 要接受下一级 就是客户 下一个工序 就是他的客户 下一级验收 如果不合格 那么就给你记录 他就马上记录 再输入到电脑 然后就算你 就算你的 这个 就等于你负债了 就是你 对海尔负债了 如果 我就问这工人 我说 你不管他 又下方下了 他说那就了不得了 那下一任 就把这个算到我的身上 因此我绝对不能 对上一级客户 因为我对他的客户 就是把他的错误 算成我的错误 那当然我不愿意干了 我一定要把我的经营的很好 不能出错误 所以这样的话 他每一个人都面向视察 所以每个人都在 每人都在算戏账 所以他有个6S的大脚印 我想这个6S就是车间门口有一个两个大脚印 每人下班的时候都站在那个大脚印那儿 回答六个问题 哎 我今天完成任务没有 我今天工作安全没有 我的工作捷径不捷径 周围这个环境捷径不捷径 等等 六个问题自己都要回答 回答完了 我都感觉下班了 哎 我以为这个是一定是海尔的创造 结果去年我到松下去看 松下那个电梯间里头 6S一模一样 哎 这就说明精细化管理 面向市场的跟客户直接挂钩的管理 已经成为我们中小企业的生命线 就是我们中小企业能不能成功 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直接跟客户挂钩 直接为客户招想 直接把客户的需求变成我们的行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必须在厂内 企业内部 请精细化管理 让每一个人都面向市场 让每一个人都对你下一级 下一个到工序负责任 这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生产 所以这个中小企业实际上 在很大程度上 就如何战胜自我 更多的是要通过精细化管理 跟客户直接挂钩 恐怕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了 那么您看除去刚才说的这些以外 您认为在这个中小企业 在台湾的中小企业 还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我认为中小企业事实上 刚才所谈到的 海尔江泽民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呢 就是从这个通用电器 把USB 这个SBU这一种观念呢 就是Business 这个 都这一些策略规划单位 这一种方法呢 完全使用到不是策略规划 而是日常的运转 对日常的运转 日常的运转 日清日运转 这是它非常 非常有特色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以前我是在通用电器的时候 我是SBU的医员 一个公司 一共只有几百个人而已 每一个部门就是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策略规划 但是没有用 事实上规划完了没有 但是 这个hire就是 每一个人 就是要有自己的策略规划 自己的 这个策略的运作 这个是最好 所以中小企业 我是认为 很重要的 就要 知道我们的顾客 他当我们的产品 很畅销了 我们要问 为什么我们参与 这个产品会上修 理由在哪里 是因为我们价格便宜吗 或者是 我们能够替顾客解决问题 这些是哪个 当呢 市场上呢 也同样的有了产品出来了 我们发现呢 我们的成长啊 已经开始慢下来了 我们就要开始想 我们要丢掉这个产品 这个是我们中小企业 很重要的 就是说成长啊 我们发现啊 哎 慢下来了 那就 怎么样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丢掉 丢掉这样的产品 否则的话 会卖不出去 会卖不出去 所以啊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是利润 我们最重要的 margin 没有达到这个margin 这个利润的话 我这一个产品啊 我就不要 还可以赚钱 但是我不要 这个就是我们中小企业 联合的地方 就是要有新的创新 而且创新呢 是什么 我们要用人 人才 我想等一等 这个杨教授 会问我有关于人才方面 对 事实上啊 人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拥有了好的人才 那我们呢 根本就不必要做什么 我们当总经理的 当董事长的 我们呢 都领导者 也要做滚水者 什么理由呢 我简单的讲 比如说 我是我们呢 我们现在啊 我们每一年大概会录一百个以上的经营小故事 三分钟到五分钟的经营小故事 那负责录我 录影我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我的司机 他只有小学毕业 他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 我就叫他要工作啊 我不在家 我不出去的话 他也没工作啊 不要开车嘛 他就做其他的啊 那我在家 我就录影 那录影呢 我录影 录了三分钟到五分钟 他认为不好的 不是 这个不行 你要重来 然后呢 我穿西装好 穿了这个 录了三分钟 三分了 他说不是 该去换衣服啊 换衣服啊 很麻烦啊 对对 衣服要换 领带也要换 西装也要换 什么都要换 但是他就是 要你做 你就要乖乖的做 虽然他是司机 我是董事长 但是我该听他的 别人 他美工的 他在做美工 这个 他说你这一片啊 录得不大好 你应该再重录 我也乖乖的听他 再重录啊 这个就是在 企业里头啊 没有所谓的大小 官大小的问题 没有 是你半年的角色 是什么 角色的问题 对 你半年的角色 我有把关 我说 一定要 录的东西啊 出去 要有我们的代表 所以我董事长做得不好 应该再重来一次嘛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 必须要学习的 作为领导者 也要作为 一个好的 跟随者 你才能够成为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